那刚刚也可以看到了 在这个王敦宇的怂恿之下 这个沈柏洋就爬进去了 那以上亮哥讲的 可能不是那么熟悉这个环境 那另外一位就是刚刚亮哥也讲 认识他这么多年 不知道他怎么会变这样 这个钟嘉宾直接 在主席台上 那么把国民党立委陈静辉 情报铺倒 这样的一个画面 是登上了英国的美日电讯报 那么这是一个主照片 标题直接写下 直接说台湾的国会混乱 爆发暴力事件 好在报道当中呢 你就来表示说这一次 台湾的国会改革法案 引发了推挤护殴 甚至冲向院长韩国的位置 还有一些呢 立委直接跳上桌子 把这个同事呢 拖到地板相关的画面 也登上了路透等等 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郭国文 郭国文硬是把周万来 72岁周万来 手中文件好给夺走 然后跑走 那么委员高金素梅说 民进党就像是失心风一样 没有字可以形容 那么陈津威在今天 也召开了记者会 我们来看到 他也出示了自己 这个受伤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一大片的淤青 同时呢 在今天国民党还召开记者会 那除了有 这个陈津威本人之外 还有呢委员王威 他也说了他回家 他的女儿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受伤很担心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民进党口口声声 是反性骚反暴力 但是就上演了 这样的一个画面 民进党的男立委 冲上去抱着国民党的女立委 那个架势比较像 强奸犯的基本动作 根本不像一个男立委 受过教育的应该有的 一个风格 以前即使立法院 再怎么打成这样 也都是女立委对女立委 男立委对男立委 就是还是有 对还是会注意到 基本的身世礼仪 这个民进党是昨天 受性大发 有点失控了 这不叫受性 叫本性披露 他们本来就是个调调 我要跟大家讲 可能受到赖清德暗示 他说转手为功 没有错 郭国文跟中嘉宾都是嫡系 也合理 可是另外一个嫡系 林俊先躲得远远 所以同样是嫡系 他比较瘦弱 瘦弱 瘦弱能够为台独而战吗 你要知道民进党的本性 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觉得 他们独立的希望 越来越渺茫 就会倾向越来越暴力 那在立法院里面 他们以前觉得说 我这个表决输了 那我可以发动群众 发动啊 我赞成这个政将兄的说法 发动啊 谁怕谁啊 什么时代啦 而且我是觉得 国民党或者民众党的立委 也要准备战斗捍卫民主 这一定要的啊 那个也不用顾忌什么 到现在也不需要顾忌 所以所有能够打击对方的方法都要想到 不要说韩国瑜叫你们大家要深事 还顾那个什么东西不能拿呢 徒手就可以把他们修理一阵好不好 因为国民党跟现在这一批立委平均年龄比较轻 比民众党年纪轻 也比这个民进党年纪轻 尤其那几个年轻的这个立委的朋友们 思思里面保卫民主的手法 毫不客气 前辈在这边讲话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 那个刘许婷 我刚刚碰到他 说到他前面都很斯文 可是看到郭国文去冲桌外来 他真的是非常火大 忍不住 结果就跟一个民进党立委扭打在地上 对啊 看不下去 他真的是把他心气到 对啊 现在不能斯文 我跟你讲 对付民进党 如果你斯文 就会被怎么样 看不起 民进党只崇拜强者 我举一个例子 上次EGFA要过关的时候 也是打得比这个还凶啊 我记忆很深刻 民进党有个立委郭国文 被我打断肋骨 送去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他后来不对我就很客气 就这个道理嘛 所以在异常打架 尤其像那个沈柏洋 他骑到人家的肩膀头上去 骑到国民党的头上去 那几个国民党立委可能一下反应不过来 让他骑过去 这个应该直接把他脚拖下来 就塞到那个主席台桌下去 用桌子用椅子把他打一顿嘛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打对不对 这个地方已经到要使用力气的时候 不需要去管这些东西 不需要管这些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 你看他们打有没有在讲分寸 没有耶 他们打架是不讲分寸的 你说他们外面集结的群众会讲分寸吗 也不会 怕什么群众 很好笑 那一臭人能干嘛 对不对 不过都一心垃圾 对不对 有什么用呢 那么再来看到在昨天 昨天几个画面让大家都觉得 真的是十分的危险 这是这一位来看到 民进党的立委沈柏阳 他是爬人墙爬进去 那么之后呢 在重摔在地 从这个台上 你可以看到 那么遭到阻挡重摔到地面 那现在在这个部分 可能呢有去做检查 那左侧的头颅撞伤 后续还要来观察 那当时是由立委们高举 把人推了进来 不过呢 这个国民党立委陈云珍 今天也曝光了重摔前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 他是从后方来进入 但是因为多次的遭阻挡 当时王定宇委员就对着他说 踩我们的背进去 我们先带来看 踩我们的背 踩我们的背进去 踩我们的飞 踩我们的飞进去 小心 小心 好 这一幕真的是 当时看到大家都觉得太可怕了 真的是十分的危险 好 我们请到亮哥刚看到 这个王帝宇大喊踩过去 同时吴四豪在旁边还趁机趁乱 也丢了一瓶水 那现在还有人说这个沈柏洋 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要平安健康 没事 但是也有人想问问黑熊部队的战力 那个沈柏洋那个根本就是 就是他爬人墙爬上去嘛 那个下去本来就很容易跌倒了 因为没有人这样攻的啦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王帝宇在那边起哄嘛 说踩我们的肩膀过去嘛 那个只是其中一幕啦 事实上另外一个中嘉宾 扑陈金辉也是想要站 因为他就坐在韩国瑜的隔壁啊 待会我们要来看这个 所以一样嘛 所以我跟你讲啦 这个昨天到现场的年轻人 也包括黑熊部队 也包括台湾激进 那也包括深绿的一些网红 都在动员 那现在也开始动员了啦 下礼拜二晚上六点半 这个经济民主联合已经在动员了 那下班下课立愿集结又开始了 最好动员多一点最好动员上万人啊很好啊 那看谁到底在执政啊 执政的是你赖清德啊 那这个就在你舅舅眼说的隔天发生啊 看你丢不丢脸啊 然后到时候你就看到立法院的驻警啊 还有台北市我不知道台北市警察局是不是也会来啦 那然后就看到这边大乱斗 这种局面我也看多了啦 年轻人表决的时候 蔡英文还动用有刀片的蛇龙耶 我就看这一次台北市警察局要不要出动蛇龙 看你是不是比照办理 就是看你警政署是什么态度嘛 反正立法院都碰得到嘛 那你这一次如果立法院的驻警 跟台北市警察局挡不住群众 那你这个政府大概也可以废了啦 就赖清德就职眼说隔天 然后群众包围立法院还冲进去立法院 导致立法院无法进行表决 那你这个国家就是动荡国家嘛 不只说什么呼吁的团结 纯属笑话 然后也证明你完全没有办法维持 这个社会的基本安定嘛 就这样啊 那最好冲啊 我建议他们动员上万人 让他们来冲你赖清德啊 我刚跟那个一个台北市议员同台啊 他就说他也在hold他的群众 说我们不要去 我们不要去 让他们冲 看到底是冲到赖清德的场 还是冲到韩国瑜的场 你以为立法院因为你冲了 就不能开会了吗 我礼拜五在开啊 有什么问题 你礼拜二冲了 那难道你就不走了吗 我等你走了 我礼拜我再重新用议程啊 再表决 你就每天都来冲嘛 让人家看你赖清德的大笑话 所以我建议国民党都不要去 让他冲 然后跟警察对抗 让人家看赖清德刚就职的第二天 就是这种闹剧的场合 我看你怎么维持台湾的安定 好现在可以看到赖清德 马上就要面对这个问题 真的是马上 这个一发表完就只能说 隔天就要来处理这样的状况